国民党提名寻求连任的张渊祥 父亲是前市长张通荣 从里长转战到议员 表现不俗 四年来请跑基层 在狮子会 统军团都有手耕耘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中正区登记1号 候选人张渊祥 我自称我自己是一位二刀流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能够在地服务 又拥有国际经验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能说 国语台语客家语 以及国际的英日语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体能非常好 能够上山下海的候选人 我也是一位能够为市民朋友 带来更多建设监督市政的 好的候选人 请支持1号张渊祥 而同样是国民党提名的 吕美玲 连任五届议员 问证表现犀利 又有议会小辣椒的封号 社团经营相当的深 基本盘相当稳固 清凉不是六十 讲真话不怕被打压 你们的每一张票 是登记2号 吕美玲前进的动力 热情专业服务 加冲加担 定期第二号 吕美玲 愿望和市民聚集会 拜托 拜托 11位日落 请到中政区定期第二号 吕美玲 拜托 拜托 民众党首次提名的林玉峰 是24年的军礼经验 退伍之后投身公益 为全台的偏远及弱势提供协助 这次用新人的姿态 全力吹票 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政区市议员候选人 三号林玉峰 两年前 我是中华民国空军军官 同时也是慈善协会理事长 现在我将代表民众党 参选基隆市中政区市议员 基隆市有进步 但进步太慢 基隆的财政并没有比其他县市差 但交通月票1280 基隆轻轨 基隆捷运至今能没有具体的执行 如果当选 一定意推人民有感的政见 这是民众深感最重要的事情 此外 玉峰有基隆动起来 七大政策方向 包括交通停车 就业观光 智慧城市 简易都更 改善运动空间 完善长照托育 提高行政效率 如果都能改善 就会让基隆重申 玉峰是政治素人 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派系的背景 但有一份对改善基隆的理念与感情 我会倾听并执行各项服务 与实践的七项政见 希望里面相同的市民 给政治素人一个机会 谢谢 国民党提名的三席中 已经连任世界的南敏皇 形象好 平常情于地方会堪 基隆实力相当的雄后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南敏皇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鼓励和支持 我已担任世界的议员 16年来 我秉持着用心做到最好的原则 我把市民服务的工作 用心做到最好 同时我也积极的争取地方建设 为中正区带来很多的进步 今年我将继续争取连任 拜托大家继续支持 未来我将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动地方的发展 同时我也会争取更多的停车空间 来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最重要的 我们要加强对弱势市民的协助 最后在此拜托大家 11月26号 拜托大家继续支持 最用心最值得信任的候选人 4号蓝敏皇 拜托拜托 为了拼第二席 明镜党另外征召许 许瑞慈参选 外形亮丽清新 也有专业 曾经在金融市立医院 任职营养师青年 在长照投入关怀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候选人 5号许瑞慈 瑞慈是专业的医疗人员 过去在我们社区长者照顾 以及富有关怀 有多年的服务经验 未来希望能够为民发声 争取更多的社会福利 以及社会照顾 11月26 请让专业的医疗人员 为您发声 我是5号许瑞慈 民营党提名现任 张浩瀚当过立委助理 金融市长林又昌的秘书 士林的子弟兵 参加过不少市政建设 问证专业 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 登记第6号的张浩瀚 过去4年 我们曾经在中正区 推动1579快捷公车 大基隆历史场景的沙湾园区 以及我们新市政大楼 新建选址在三沙湾地区等 多项的一个市政建设 接下来4年 我会努力为中正区 争取更多市政的一个建设 以及社会的福利 11月26号 恳请大家全力支持 中正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6号的张浩瀚 基隆浩瀚 拜托大家 金融第一选区中正区 这次形成了6抢4 老将新秀各自努力 国民党要保住三席 面临挑战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大基隆历史场景的